那個呂隊友你要解決的問題是想要做出一個會旋轉的牆 所以有個東西我們叫牆然後它會旋轉 所以我們通常在做先寫一下有幾個簡單的形狀出來 比如說我們先開始四窗大小 假設大小設成那個六百乘六百的四窗 同時我們希望畫圖的時候先畫一個方塊 我們先有個方塊代表個牆 所以假設有四邊形它的長度寬度 比如說我們在正上方我們在0,0的地方 畫一個寬度為100,寬度為200,高度為40的一個牆 我們之心結果呢,左上角它出現一個牆,長度為40 接下來我們想做它旋轉,怎麼做旋轉呢 以前電腦圖學科教過Push Matrix跟Pop Matrix 如果我們什麼都沒做,它還是畫個牆 基本上都是一樣,可是如果我們多個旋轉 比如說我們在Rotate,我們對SYZ,比如說對Z軸做旋轉 比如說我們旋轉一個FRMEFramCount 我隨便給個變數,讓它一直做旋轉 我們看之前的結果 它現在好像有在做旋轉 只是我們現在好像看不太到 我們這邊是Rotate,有一個RotateZ Z,SYZ,Z軸是向外 那我們接下來要做旋轉 那我這邊怪怪的,所以我先把它往右推一格 FramCount是一個整數 那我們這邊看起來沒有什麼感覺 所以我應該沒寫錯,我在同開始 FramCount 這邊有RotateZ必須要在3D才能夠執行 2D不能用它 所以我們這邊要加上3D的功能 所以就寫P3D的功能 我們再看執行的結果 有沒有東西要旋轉 有,它在旋轉,轉得很快 只是這個轉動位置不對,太上面了 我們現在移到右邊去 怎麼移動到右邊去呢? 我們就再加一個移動 就是比如說移動到正右邊,Translate 往右邊移動,移動多少?寬度除以2,高度除以2 我們看看它是不是在中間做旋轉 可是還有鬼影殘影嗎? 我們現在都解決了 但它已經做旋轉了 接下來我們再用我們圖學課教過 比如說要那個GL Clear就是清背景 背景假設清成黑色好了 那它就有個黑色東西在那邊轉 可是它轉太快了 因為那個數值是要浮點數整數 我們現在是整數太大了 那π要3.1415 所以我們要除上360度 然後乘上3.1415 或是180度 180度 然後點0 然後乘上3.1415 簡單就是π 如果有些人直接寫大寫π也可以 那我們進行結果 它就是一個一秒鐘轉移度的一個牆 那你說我希望它對著牆的正中心轉 會有一些其他的需求 那我們就什麼TRT 再移動轉動移動 比如說這邊 我們再把這個牆做移動啊 Translator 把它移動到比如說-100 然後-20 我先移動到畫面的中心 就是原來長寬移動一半 那我移動到中心點 然後再旋轉 就是一個會轉動的牆 如果想增加牆轉動的速度 那我們這邊就再乘上個變數 比如說 這是一個會轉動的牆 我們跟它在乘上比如說 4 那它就變4倍速的旋轉 剛剛一秒鐘就轉4度 一秒鐘轉4度就轉更快 好這邊是做完 轉動的部分比較簡單 那碰撞第一分 可能就比較麻煩的 我們要怎麼照 比如說我們接下來要做碰撞 我們要加一個球 跟它做碰撞 或是滑鼠跟它做碰撞 碰到就做什麼處理 那我們先錄影一下